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一他跟宜人搞出些什么交易的话 请皇上三思 京城里的士兵和百姓再也熬不下去了 王爷 这罢名 这罪名 您可不能背呀 令娘娘 七王爷求见 快请 给依贵妃娘娘请安 七爷请起 事办得怎么样了 交给六爷了 娘娘放心 我亲手交给六哥了 这我就放心了 只是 我怕这直立包不住火 皇上早晚会知道这件事的 知道了又怎样 我只是担心 将来牵涉的人太多了 皇上一直听信谗言 就是不相信六爷的话 要是 皇上能够亲近六哥 远离小人 恐怕我大清 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要皇上勤政爱民容易 可要皇上信任你六哥的话 简直比登天还难 是啊 我想 皇上早晚要知道这件事 恐怕六哥的性命难保 而且 如果皇上真要追查下去的话 你我的性命 也不保啊 所以啊 你我必须合力造一个解药 解开这剧毒 哦 娘娘的意思是 这上火还需要轻火 当务之急 我们要让皇上的心里有个底线 先让他轻轻火 难道 娘娘你有妙计 我也正为此事发愁呢 最近 我连皇上的面也没得见 宿舍的老东西 存心安排了丽妃 那个狐狸精 天天围在皇上身边 是啊 素顺的老家伙 他真是该千刀万挂 他不只是阻拦皇宫嫔妃接近皇上 而且在朝中 简直是指手遮天 就连我要见皇上 也要经过他的同意 是吗 是啊 就前几天 我跟一些大臣 准备去上早朝 可是等了大半天 连皇上的影子都没有 一会儿 这素老贼 悠哉悠哉的走出来 跟我们说 皇上不上早朝了 他居然还说 如果谁要见皇上 必须要经过他传话 才成 你说这 看来 素顺是横在我们和皇上中间最大的石头 可不是吗 这石头啊 又重又硬 我们怎么翻呢 再重再厌 我也要把它搬开 而且 还要把它捏得粉碎 小安子 娘娘有何吩咐 把我书房里的字 给七爷拿来 这 字 对 你把那字呈上去 我包你能见着皇上 好字 皇上真是一笔好字 好字好字好字 奴才赏完汉字书法几十年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字 风亡毕露 却暗含帝王之气 简直就是当时的王佑军 素大人 王佑军是何人呢 回娘娘 王佑军乃东晋书胜王羲之 中堂 所言过矣 朕 岂能跟王佑军相比 三西堂 尽藏王佑军一家三代的笔墨 佑军之真迹 朕曾不止一次的临摹体位过 若论功力 朕实不敢夸言呢 皇上今天如此有兴趣 不如再写一回 对对对 启禀皇上 七王爷刚才送来一幅字 让奴才交给皇上 齐王爷他人呢 已经走了 走了 怎么不给朕请个安就走了 皇上 不如咱们先看看 七爷送了什么来吧 好啊 好字啊 好字 臣妾怎么看不出有什么好呢 看啊 粉身碎骨魂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于谦的真迹啊 价值连城 去 把七王爷给朕召回来 这 此次一人来贩 我军是一败再败 这是一难 而京城乃我大清皇都 一人早有吞战之心 这是二难 七王爷 七王爷 请留步 请留步 七王爷 我说金桓 这什么事 这么慌慌张张的 皇上召见您呢 对啊 王爷请 老七啊 你是哪逃换来的 这是绝世真迹啊 臣弟 先恳请皇上恕罪 赦你无罪 起来吧 谢皇上 不瞒皇上 臣弟早就知道 这幅字的存在 他藏于臣弟的一个 忘年之交的手里 他对这幅字 更是视若珍宝 臣弟 只有幸见过一次 你那个忘年之交 在哪啊 朕要见上一见 他 皇上 你刚才的字还没写完呢 皇上 臣弟这位故人 前几日 殷疾而逝 这么不巧啊 皇上 来喝口深茶吧 安妃啊 你 也陪了朕一天了 也累了 你跪安吧 皇上 哎 好了好了 那好 臣妾告退 宿仲堂 有老七在这陪朕 您也早点回去歇着吧 嗯 去吧去吧 臣告退 怎么办 陆杀出这么个陈妖精 放心 这个老七 他抓不住皇上的心 要防的是 他背后的那个贵妃 他让七爷来哄皇上 一定是为了老六 来 我先到军机处去看看 皇上 臣弟有一拙见 想请皇上 致正一二 朕知道 你是来为 你柳哥说话的 此次疑人来犯 我军一败再败 这是一难 京城 乃我大清皇都之地 疑人早有吞战之心 这是二难 京城 乃我大清皇都之地 疑人早有吞战之心 这是二难 就二难 不 皇上 还有三难 皇上 朝中无人呼应支持 却还贫遭参奏 这是三难 无银无兵 如何才能不辜负皇上的重托 这是四难 有了这四难 六哥还要坐下来 和义人谈判议和 他哪来的底气 哪来的筹码 老六的苦 朕知道 也的确是难为他了 皇上 请答应臣弟 不管将来六哥 为了府局犯了多大的错 您都能体谅他 那也得看他犯的是什么错 那如果他是 如果是什么 皇上 不管怎样 臣弟深信 六哥对我大清 是忠心耿耿清清白白 就怕是有坚硬小人 在背后加害于他 朕知道了 朕会把六弟的苦 放在心上的 刺客 鬼子六又上急奏了 那又出了什么大事情 中堂大人 中堂大人 中堂 我正有事要找您呢 什么事 中堂大人 这是鬼子六 刚从京城上来的折子 增开天井口岸 已经和英法签订条约了 皇上何时同意新增的付加条款 怎么君记处都不知道 皇上应该还没下那道猪批吧 这就奇怪了 难道鬼子六 他自己做主了 不管怎么说 签了就好 什么 宿中堂 那道预纸 你没有给朕发下去 难道老六 四字和义人签订了条约 皇上 不止中堂大人没发 军机处也毫不知情 而且条约签订以后 义人并没有撤军 这义人已退至天津了 退至天津 皇上 这义人是不是准备卷土重来啊 臣怀疑 怀疑什么 你说 臣怀疑 宫亲王会不会借疑人的势力 提高自己在京城的地位 甚至于 甚至什么 臣不敢说 怎么吞吞吐吐的 说 人要你说 宫亲王 宫亲王霸居京城 而且他与疑人签约之时 有不轨之举 臣担心他会千方百计的 阻挠皇上回轮 阻挠朕回轮 什么意思 臣担心他是 以邪疑人之威 夺天子之威 胡说 宫亲王 乃朕之六弟 与朕手足情深 对朕一片铸成 刚才 老七 还对朕说 六弟在京城 与疑人谈判时 受尽了疑人的气 他怎么会 与疑人有勾结之举 宫亲王在私下里与疑人签约 已属居心捧策 臣拳皇上以江山社稷安危着想 除去宫亲王钦差大臣之职 以防巨变 现在 事关重大 目前又是议和 又是退兵 在这关键时刻 儿等 需细细查明 朕 需要证据 没有证据 儿等不可妄议 皇上 臣以为防危可以杜剑 或者请 公亲王道行再来一趟 皇上当面质询 皇上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皇上 此事事万重大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好吧 宿中堂 那就烦你回一趟京城 赵老六 拜见朕 喳 宁可信其无啊 快点快点 儿娘 儿娘 你快来看 我做的竹蜻蜓 好不好看 儿娘 蠢儿 儿娘 您怎么了 儿臣叫了您 那么多遍 您都没听见 儿娘刚才没有听见 蠢儿叫我呀 儿娘 您怎么了 儿娘 儿娘 儿娘没听见 儿娘 您不高兴了吗 淳儿 淳儿长大了 可以不要 儿娘的照顾了 是不是 不 儿娘 我要永远在您身边 受您照顾 傻孩子 你会长大 儿娘也会老的 就不能照顾你了 那 那到时候我来照顾 儿娘啊 淳儿真乖 淳儿懂事了 儿娘就是死了 也放心了 儿娘您不能死 淳儿要是只剩下一个人的话 会很孤单的 淳儿乖 要听皇阿妈的话 要好好的练书 将来长大了 做个好皇上 儿娘 儿娘 淳儿都知道了 儿娘 是不是淳儿听话 儿娘就不会留下淳儿一个人了 乖 好孩子 儿娘 小案子 你给我过来 奴才给皇子请安 是不是你欺负我的儿娘了 你这个坏奴才 奴才没有 奴才 杀死你 淳儿 小案子并没有欺负儿娘了 儿娘 那您告诉淳儿 到底是谁欺负了您 没人欺负儿娘 淳儿做的竹蜻蜓真好看 谢谢儿娘 儿娘跟小案子还有话要说 你去找皇阿妈去吧 嗯 淳儿 儿娘 还有什么事儿吗 乖 去吧 儿娘 我一定会乖的 请儿娘放心好了 黄子 慢一点 我儿娘说我做的竹蜻蜓好看了 起来吧 谢娘娘 你的脸没事儿了吧 回娘娘 奴才 不疼 他脸哪有不疼的 娘娘 公亲王也和宜人签下了条约 那不是很好吗 我们马上可以回京城了 可宿中堂说是六爷偷了竹蜜 跟宜人私自签下的条约 皇上已经派宿中堂去请六爷了 可是宿中堂准备带很多兵马前去 这哪是请啊 这分明射把六爷给抓起来呀 小狠在 奴才在 你知道吗 主皮是我偷的 皇上 去京城请公亲王的事宜已经准备好了 我待会儿就出发 皇上 还有什么指示吗 宿中堂 你就顺着监察义人在京市的举动 皇上 皇上 启禀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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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 臣妾给皇上请安 臣妾叩见皇上 臣问你 真的是你私自动了猪皮 确实是臣妾所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皇上 如果没有这道圣旨 一合就不成 皇上就不能早日回京啊 救你明白此事事关重大 救你明白朕的心意 臣妾不敢 难道你不知道 扇子发下猪皮 就是后宫干政啊 皇上 臣以为 这件事不能全怪易贵妃 肯定她是受人指使 另有主谋 不 皇上 没有同谋 借受一人所为 朕 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 你这眼睛里 到底还有没有朕这个皇上 皇上 其实 易贵妃 她只是一时糊涂 你给朕闭嘴 这都是你 平时袒护她的结果 来人 将易贵妃 先关起来 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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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恐怕跟宫亲王有关 臣以为仍需把他请回成德问个明白 他已经说了 此事是他一人所为 与他人无忧 可是咱们不能不防啊 防 防 你除了这个 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王爷 这次七爷回京传旨 你们觉着 这何规矩吗 此事确实有些蹊跷 不但大有位于朝廷制度 而且背离一般的长领 可是圣旨是真的 主批确为皇上亲奸 却不能正常下他 已经显现出朝纲混乱之相 王爷 王爷 曹玉英又密信进来 易贵妃在成德因偷窃圣旨 四川七爷被皇上给关起来了 原来如此 此事事关重大 以先谋而后动 不行 我要即刻去成德 成德 成德 是 王爷 您此去的目的何为啊 六个字 刺敌 结盟 面圣 刺探敌情 结盟两宫 面圣神情 确为极叙啊 但王爷 身负着天下重任 不如由我代劳 我在朝数十年 人缘颇好 况且我一老朽 无足轻重 不易引起肃荡注目 岳父质疑我心灵了 但此次之行 却非你能为 对肃顺 我指之最深 两宫我代之最后 皇上于我 也是最亲 此行非我莫属 或有危险之处 语音可为内应 再说 皇上就是念在亲情之上 也必不会重责于我 王爷非屈不可 不如我等 一块陪您亲行 北京这边不能没有人 义和善后繁重 直接关系到皇上 回乱之期 你们三人 留守京城 记住 不可懈怠 未经许可 大吉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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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赢 要限制和皇帝 赶紧给他们装 快装 不许动 走 快点 我没动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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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开 起来 别动 你以为劫持了他就会逃得掉吗 不要过来啊 你要过来 我就杀了他 好啊 反正我也不认识他 随你便 你 你是谁 你听好了 我就是大清皇帝的六皇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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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子拜见六皇子 原来你是个女的 对了 你说有摄像球是什么事 小女子 叶和那拉氏 小明 兰儿 原籍京城方家园 家父慧征 任阿辉凝迟池太广道 因坚持清廉 得罪权贵 无故遭到陷害 冤死欲重 贪官污吏 害人不欠 快快清醒 来人为父深渊 听闻皇子清正廉洁 遭想请皇子您为我主持公道 没想到今天与六皇子相遇 真是老天有眼 请皇子为我阿玛主持公道 若果真如此 我定当还你阿玛一个清白 多谢六皇子 我送你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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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兰儿姑娘在吗 请问兰儿姑娘在吗 你找谁啊 我是六皇子的幕僚 六皇子派我来转告兰儿姑娘 你父亲的事六皇子已经查明 让你黄昏时分在和和寺和她见面 向你讲述情况 请问兰儿姑娘是否方便 方便 方便 在下告辞 您慢走 兰儿 额娘 你听见没有 六皇子真的肯帮我们 那案子平反以后 我们给抄掉的银子和房子都会返还了是不是 那太好了 额娘 那您说我穿什么衣服去啊 穿 姐 我帮你挑吧 六皇子 六皇子 什么其他的事情让你不能出行 六皇子 下雨了 你被雨淋着了吗 你有没有带伞 不管多久 蓝儿都心甘情愿地等着你来 从心中 天旭 你相送私 转ып la 我 飞 心似花坠 但准备似风轻 超越天地不如明里 六王爷 曹大人的密函 王爷亲起 速顺已在喜风口增派人手 到国陛口后 须绕过三岔口渡头的山峰 从北产门行走 参见王爷 免礼 玉英 现在情况如何 正门的守卫都是速顺的手下 我们只能走侧门 只好委居王爷一下了 本王这次来 一定要见到皇上 有什么办法 能够见到皇上 皇上的礼 守备森严 先去见异贵妃如何 听你安排 走 好 好 好 真的是你 终于等到你了 我该恨你了 还是恨苍天无言 恨有缘无犯 恨何何似 从目之沉空荡一场 那天宫里头 突然传来皇阿玛的噩耗 一心必须回宫 我在你心中一点分量都没有 在一心的心里头 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可一心只有一个 我明白了 最近 京城也像成德一样 阴影密布吗 总会有 雨过天晴的时候 六爷为了府局的事 送回你去了 海 你还不是一样 为了我 我不只是为你 阴云荣罩成德挥之不去 那些萧小之徒 只知道争夺权位 只大清安危于不顾 我只是想替皇上分忧 可屡次造人无险 这其中的滋味 柳爷应该最清楚吧 是 都怪小人作罪 外颤梅于烈强 内媚回宫围 能得朝廷一片混乱 皇上就是到了现在 对我还是存有心结 六爷 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为了朝廷 为了设计 必须铲除此人 但凭盟一拆紧 前途靠起 只待你我 努力同心 以后承得这边的消息 还望娘娘细细留意 在最快的时间内 把剩意转大于我 我则 筹谋相应之对策 一旦清军策成功 皇上也可早日回乱 重振河山 可是 我已经给关起来 恐怕 还要问死罪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扣见娘娘千岁 六爷快请起 宁儿 玉子 赶快出去守着 是 六爷 这么急事冲冲地赶来 不知是所为何事 臣在警服局 衣贵妃有意助我 却被皇上关押 臣恳请皇后 在皇上面前 替衣贵求个情 一定要把 衣贵妃给解救出来 六爷 不是我不愿意帮这个忙 那天在皇上面前 我已经替她求过情了 只是 衣贵妃这次 加传圣旨一事 是闹得实在太大了 衣贵妃也是 心忧皇上 心忧社稷 才有此妄为 还望皇后明察 共同狂扶设计 素顺野心勃勃 怂恿皇上 将衣贵妃关押问罪 意在扫除障碍 控制朝廷 今天是衣贵妃 明天 有可能就是皇后 或是皇上 皇后 你和衣贵妃 视为唇齿 唇王齿寒 求皇后 一定要想办法 把衣贵妃解救出来 可是 皇上现在的气 还没有效 我如果去了 该怎么说呢 皇后劝见皇上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大阿克 一同牵马 淳儿 对 淳儿 皇上自有丧 对大阿克更是谈爱 如今大阿克 跟御贵妃 母子分离 皇上一定是感同身手 你们带着大阿克去 必定是事半功倍 好吧 我明儿就去见皇上 求她赦免易贵妃 皇后必须马上就去 现在 这个时辰 情势所迫 请皇后见谅 好 那我现在就去 皇后闻走 一心铭记在心 六爷 你严重了 快点点 驾进巡逻 我在北京 静候加营 好 我让敏儿引开侍卫 六爷 路上多保重啊 传儿 都是黄鹅娘不好 把你给吵醒吧 啊 虫儿刚才 在梦里见到鹅娘了 传儿好久没见到鹅娘了 传儿好想她 那 皇鹅娘现在就带你去见鹅娘好吗 真的 好啊 走吧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辗 明天会灭灭一天埋怨 等没那誓言我能继续实现 就值得好听一生惯怪地等 于是那轻切难舍的思念 盛开在春天的每一个夜 等待一条线